接到儿子电话的时候,我正躺在沙发上吹着空调啃着鸭脖追着剧呢,事情是这样的,这不是暑假到了吗?幼儿园放假了,两个月的漫漫假期,我不得维护家里母慈子孝的和谐气氛吗? 于是咬咬牙,吃巨资给儿子报了一个军事下令营,嘿嘿我都计划好了,半个月的封闭式训练先来一波,然后兴趣班再来一波,主要是不能在家闲着,钱嘛,没了可以再挣,可人要是没了就真没了,我可不想出现在社会新闻里,儿子知道之后,那张帅气的小脸就开始冷着了,我脸哄待骗, 儿子,你这次可是身负重任呀,你不是一直想给妈妈找一个老公吗?妈妈,听说,里面跟正苗红,身强体壮的男人多得很,儿子一听,眼睛都亮了,十分懂事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妈妈我懂,你放心,保证完成任务,我会给你物色一个最好的,我看着儿子那双澄澈的大眼睛, 我心里有些虚,不管了,先把人哄进去再说,想到这,我用力地点点头,嗯,这次的军事夏令营是在郊区的一个训练场,搞得还挺像那么回事,门口还有哨兵,站岗,我带着儿子到的时候,门口已经来了不少的家长, 所有家长只能送到门口不能进去,看着旁边的家长抱着小姑娘婴婴婴的样子,我红了眼圈,说起来,这还是儿子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离开我,突然觉得自己有点心狠, 乌乌要抱抱,我双臂都张开了,结果我的好大儿已经拖着行李箱进去了,只留给我一个潇洒的背影,我终究是错付了,上了车,我象征性地掖了掖眼角,然后一脚油门, 哦吼,我自由了,只是这份自由的时间只维持到晚上,我就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按下接听,我那好大儿欢快的声音立马响起, 妈妈你快来,我给你找到老公了,是这里面腹肌最多,长得最好看,身体最强壮的那个,我,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电话已经挂了,就离谱,想想不放心, 我又一脚油门踩回去了,还是那个大门口,亮眼的照明灯下,站着一个高大挺拔的男人,隔着距离,看不清脸,只依稀看到他的肩上,还趴着一个小人,我心里莫名地闪过一丝不安,没来得及多想,打开车门我就下去了,越走我离那个男人越近,渐渐地,我的步伐停住了,整个人如遭雷轰,好家伙, 好大儿可真会找,一找就是他亲爹,站在那正似笑非笑地看着我的男人,可不就是我那六年没见的前男友顾潇吗? 真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六年没见,顾潇身上的气场更强了,那身迷彩服穿的,衬得他宽肩斩腰的,格外地英俊醒目,垂在身侧的双手不由自主地握成了拳,顾潇直白地眼神打我下车后,就没从我身上挪开过,我咬着牙,转头避开,下一秒。 顾潇摇醒了,趴在他肩膀上睡得正香的儿子,兄弟,行行,你妈来了,我差点一个踉呛,这便宜,我站得有点慌,小家伙许是累了,眼睛都没睁,扭了扭脖子,又趴在顾潇另外一边的肩膀上继续睡了。 我儿子,你那任生的劲儿呢,血缘关系竟强悍到如此地步,只一天就这样了,我陷入了沉默,顾潇皱了皱眉,长腿一脉,索性直接抱着儿子朝我走来。 等我回过神的时候,顾潇已经站在了我的面前,高大起掌的身影一下子就遮住了我头顶上的大片灯光,我整个人都被那道黑影照住了,心里一紧,我下意识地伸手去接顾潇怀里的儿子。 结果,顾潇护着肩上的儿子侧了侧身,小家伙挺可怜的,让他再睡会儿,可怜,下一秒,顾潇挑着眉冷笑,一副,他这么可怜还不都是因为你的样子,我特么,顾潇,你把话说清楚,气氛,剑拔弩张,丝毫没有久别重逢的欣喜。 伴上,顾潇嘴角冷冷牵起,薄唇一张一合的,怎么,挑来挑去,就挑了个短命的,我笑了,这话,没毛病,眼里窜起来的火苗瞬间灭了,则,这下轮到我一副看傻子似的模样看着顾潇了,我掀了掀眼皮,平静又直接,送了他三个字,要你管,顾潇咬牙切齿, 护着儿子的那只大掌上青筋抱起,儿子就是在这阵暗潮涌动中醒来的,扭头看到我,小脸乐开了花,搂着顾潇的脖子一个劲地吆喝着,教官,这就是我那又温柔又漂亮的妈妈, 我庆幸儿子睡着了,没有看到刚才的硝烟,顾潇嘴角一勾,意味深长地看着我,我吸了一口气,在儿子面前该做的榜样还是要做,你好呀, 我硬是扯出了一抹笑,儿子满意地点了点头,妈妈,这就是我按你的要求给你找的老公,儿子仿佛没看到他妈的脸色有多僵,小嘴巴巴巴的,完全没了往日的淡然,妈妈还是你聪明, 这里面真的有好多身强体壮的哥哥和叔叔呀,我物色了一天,特地给你挑了一个最好的,妈妈我棒不棒,妈妈,你怎么不说话呀,妈妈别叫了,你妈已足,儿子见我没反应,开始挣扎着要从顾潇的身上下来,呜呜妈妈的好大儿,一点也没白养,下一秒,顾潇伸手揉了揉儿子的脑袋, 你妈没事,就是高兴地说不出话来了,我特么狠狠地一个眼神瞪了过去,顾潇伸是知晓斑,提前挡住了儿子的眼,我,行吧,谁知儿子听了顾潇的话,更激动了,妈妈接下来你和教官是不是就要去约会了,我,我正欲开口,顾潇捏了捏我儿子的小脸蛋,小东西,懂得还挺多, 我妈每次相亲的流程都是这样的呀,儿子刚说完,顾潇身上的寒气立马重了几分,四周的空气都稀薄了许多,顾潇冷冷地看了我一眼,你妈妈经常去相亲,嗯嗯儿子 你你你把话说清楚呀,那是你姥姥非逼着你妈去的,应付完我可一个都没联系呀,不对呀,我干嘛紧张,想到这,我挺直了腰板,结果,人压根就没看我,实现落在儿子的脸上,慢条思理地来了一句,进去了,明天还要训练,我一愣,儿子倒是很听话地朝我挥挥手,妈妈你回去吧,我先帮你把把关,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儿子就被顾潇抱进去了,吹来的夜风中,似乎还夹杂着某人鼻腔里的一声冷哼,我,好样的,电视剧都不兴这么狗血了,成性而来,拜性而归就是我此刻的真实写照 回到家,看着茶几上那剩下来的一半压薄,顿时觉得脸邦邦的疼,一想到接下来的半个月,儿子就在顾潇的眼皮子底下,我后背的凉气就蹭蹭地直往上窜,儿子在顾潇面前嘴就跟漏了,是的,就差掏心窝子了,我一个寒战,立马给当初报名的负责人打了电话, 说了想要退赢,结果就三字,退不了,我当即表示学费不要了,可对方支支吾吾的就是不给退,好家伙,我误了,分明是有人不想让我退,呼,我平复着心里疼起的怒火,顾潇的性子,我越是让儿子退赢,就越会引起他的猜疑,倒不如静观其变,不管儿子说了什么,我打死不承认就行, 对,就这么干,想通之后,我舒舒服服地去泡了一个澡,躺在床上继续追我没追完的剧,在经历过一段起起伏服的人生后,我学会并且付诸行动的一个词,就是随遇而安,夜越来越深,接连地哈欠,提醒着我该睡觉了,刚将手机暗灭,下一秒,铃声却又戏剧般地响了,我凝着眉,现在是凌晨 十二点半,打电话的人,着实有点不厚道,拿起手机,看了一眼,顿时睡意全无,铃声停了,不过几秒,又响了,顾潇向是在和我比耐性似的,我咬咬牙,按下了接听,只听得到那头绵长的呼吸声, 我俩谁也没说话,半晌,我的心里划过一丝异样,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我人已经站在大门后了,看着那扇门,我试探性地开口,顾潇,嗯,低沉阴雅的嗓音穿透门板直击我的心口,我吸了一口气,心里似有两道声音在掰头, 一道在浓烈地叫嚣着让我赶紧开门,一道在淡薄地劝戒着让我别再抱有期待,最终,情感占了上风,我的理智在顾潇那声,怨怨土崩瓦解,门一打开,我就落入了顾潇的怀里,这个怀抱,还是和以前一样温暖, 而盼,顾潇在一遍又一遍地叫着我的名字,温柔又浅全,和之前在营地门口简直判若两人,在这生生的呢喃中,我的思绪一下子被拉回到了八年前,那年我大三,被同校不同计的闺蜜拉着参加了一场联谊活动,好家伙,本校的已经满足不了他们的需求了, 这次干脆直接出手,抢占外校资源,看了一圈,还挺优质,则 怪不得闺蜜出门的时候,衣服试了,又是,包厢里越来越热闹,都是年轻人,随随便便的一个话题,立马就能聊起来,聊着聊着,顾潇,这个名字开始频繁地被他们提及,好奇心作祟,我拉了拉闺蜜,小声地问她顾潇是谁, 闺蜜一脸诧异地看着我,语气里满是惊讶,开口的时候音量都拔高了,心愿,你竟然不认识顾潇,包厢里瞬间安静,我善笑一声, 那什么,我应该认识吗?包厢的门就是在这片静默中被推开的,我下意识地抬头看了过去,门口站着一个男生,长得眉目清爽,格外的俊朗,不疾不虚地走过来时,与我的视线有了几秒的相撞,我立马低下了头,趁着众人打招呼的间隙,抬手悄悄地压了压频率骤快的心口, 很快,有人将刚才的小插曲当作段子说给了顾潇听,我在一旁紧张的脚趾头都抠的了,顾潇却帮我解了围,他说话的嗓音都是清润的,他说现在认识也不晚,下一秒,骨节分明地大掌伸了过来,你好,我是顾潇,你好,我是心愿,他的手很大,握着的时候,我的手都被包裹住了, 明明只有几秒,我的掌心却热得发烫,不出意外,接下来的聚会,我和顾潇成了众人打去的目标,直到结束,我拉着闺蜜落荒而逃,回去的路上,闺蜜羡慕极度地,同时还不忘和我科普顾潇有多出名,总结了一下,家庭背景,牛,自身实力强,长得还很帅, 闺蜜说,顾潇是大学城里很多女生跃跃欲试,想要摘下来的那朵高岭之花,闺蜜又说,两个从来不参加联谊活动的人竟然偏偏这妖巧地遇上了,闺蜜还想说,然后,被我眼疾手快地捂住了嘴,闭嘴,闺蜜哭唧唧,讹了我一顿火锅,第二天,我就接到了顾潇的电话, 我们见面了,当顾潇开门见山地说要我做他女朋友的那一刻,我兵败如山道,好像匪夷所思,但又顺理成章,我和顾潇在一起了,和所有热恋中的男女一样,吃饭,看电影,压马路,接吻,也有不一样的, 就是我的男朋友叫顾潇,连带着我的讨论度都飞升了,就连闺蜜有时候也会忧心忡忡地看着我,他说,将高岭之花摘下来,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不服,你不是说很多人跃跃欲试的吗?我们只是口嗨,你却直接做了,年少时,爱就爱了,旁人说什么哪里,听得进去,无所顾忌,更是无所畏惧, 可是却忘了轰轰烈烈后的现实还是要面对,分手是我提出来的,那天,顾潇的父亲找到了我,没有难堪,没有轻视,更没有狗血地说我不配,他很客气,也很直接,他说,顾潇为了我放弃了去国外参加联合特训,这是我第一次这么直面顾潇家的背景,比闺蜜口中的还要深,我沉默了,他还说, 他们顾家男儿一出生就有必定的使命和责任,不应该诱于情爱,他并不反对我和顾潇在一起,只是,我作为顾潇的女朋友,甚至很有可能是他未来的妻子,一些事情必须知道,也要做好承受的准备,比如孤独,比如失去, 那天,顾潇爸爸和我聊了很多,我能感觉得到,他是真的将我当成了他们家未来的一份子,才会郑重其事地说出这番话来的,听完之后,我愣了片刻,喃喃低语,顾潇从来没和我说过这些,顾潇爸爸一脸过来人的感慨, 当年,我也舍不得和他妈妈说这些,我眼圈一热,那是很平常的一天,但是我却放弃了一个我很爱的人,顾潇是骄傲的,分手的那天,我只说了一句, 我妈不愿意我找一个,像你这样连个安稳的生活都不能给我的男人,说完,顾潇就沉默了,许久,顾潇十分坚定地给了我承诺,他说,我能,两个字,重如千金,我知道这背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顾潇必须放弃他的理想,可是,怎么办,我舍不得, 我的男孩,我见过你提及保家卫国时,眼睛里,那比大片星辰还要璀璨的光呀,我不怕孤独,也不怕失去,我怕的是自己成为你追逐理想路上的牵绊和阻碍,我忍着眼里的酸涩,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聊天记录,递到了顾潇面前,我妈不喜欢你,她已经帮我介绍了一个相亲对象,就等着我回去呢, 顾潇看着我,声音悠悠的,心愿,我就问你一句,你真的要和我分手,是,顾潇走了,走得比我说,是,的时候还要干脆利落,看,分手,也不难,之后,我顺利毕业,被闺蜜抢拉着出去毕业旅行的时候,发现自己怀孕了,几乎没有任何犹豫,我要,大学期间,借着短视频崛起的事, 我见了一个号,用来分享日常,粉丝长了不少,也陆陆续续地接到了广告,收益还不错,就这样,在闺蜜的掩护下,我成功地将这个孩子生了下来,后来,实在瞒不住了,我和我爸妈坦白了, 那一晚,我家的灯亮了一夜,看着婴儿床上那小小的一团,我爸妈终究还是妥协了,只是看着他们一夜之间白了得并脚,我哭了许久 自从我爸妈帮我照看儿子之后,我就有更多的精力来运营我的账号,日子也一天比一天过得好,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直到再次遇到顾潇,就像池塘里突然被扔入了一块巨石,荡起的岂止是涟漪? 啊,脸上传来的痛感瞬间将我从回忆中抽离,顾潇这个狗东西在捏我的脸,什么操作,下一秒,顾潇松手了,还不忘帮我揉了揉,一脸期待地问了一句,疼吗?我特吗?他是来找茬的吧?那我自然不能示弱,抓着他的手就是一口,听到,撕得一声,我才松口,好吧,我不装了,这一口多少带了点撕? 自然恩怨,顾潇先是挣了几秒,然后一脸地欣喜若狂,我,怨怨是疼的,我感觉到疼了,这次不是在做梦,我真的抱到你了,心口像是被堵住了一般,很久没有这么难受过了,顾潇你可真行,谢愤思的,我用力地将顾潇推开,指着门口,差不多得了,这是我家,赶紧走,好家伙, 顾潇不仅没走,还一个反手,直接将门合上了,顾潇低头静静地看着我,玄关处只有一盏晕黄的小灯亮着,灯光照在顾潇的脸上,趁得他冷窍的轮廓都柔和了许多,半嗓,顾潇开口了,语气里藏着几分得意, 小马儿交代的,让我没事来认认门,呜呜我需要急救,小马儿是我儿子的小明,在他有了辨别能力之后,果断且强硬地要求我不准再叫他的小明。 现在,这个小明从顾潇的嘴里吐出来,我脸都疼肿了,儿子,我们的母子情分,岌岌可危,在顾潇意味深长的注视下,我脱口而出,你别误会,我是为了纪念我那短命的老公,他就姓马,顾潇居高临下,一副,你编你接着编,的样子,我恼羞成怒, 正欲发作,顾潇抢先一步,将我牢牢地按在了怀里,许久,到了一声,晚安,才开门离去,走的时候望过来的那一眼,复杂又深邃,这一夜,我失眠了,第二天,早上,我收到了一条好友申请,备注简单直接,就四个字,训练视频,我,呜呜我哪里舍得看到儿子训练时的那副辛苦样子, 当然是反手一个拒绝啊,这次,顾潇挺有自知之明,见我拒绝好友申请,也没打电话,也没继续申请,嗯,挺好的,下午,我正在准备下一个视频的脚本时,接到了闺蜜的电话,听着挺急的,说是需要一个摄影师,帮她去拍一个外景,后期还得负责制作,包吃包住,价格美丽, 或,缺的不就是我吗?我立马答应,挂断电话,就开始收拾行李,拿着闺蜜给的地址,去和其他人会合,人倒是不多,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个编导一个助理,三个人,一辆车, 司机一脚油门,直接将我们送到了目的地,看着车窗外面那熟悉的大门,我傻眼了,新姐,到了,助理是一个刚毕业的小姑娘,很贴心地帮我打开了车门, 我,真的会泻,隐隐地,还能听到里面传出来的口号声,我咬着牙,我们这次拍的是什么,助理一脸诧异,新姐,你不知道吗? 军事夏令营的宣传片呀,呵,我真的不知道,意料之中,闺蜜的电话已关机,好样的,她的狗头我已经想好要怎么装饰了, 我吸了一口气,在司机师傅的眼神催促下,只能提着行李下车,就离谱,昨天我在这儿送儿子,今天我在这儿送自己,乌乌恍如隔世,成不起我,正愣间,耳边传来了助理啊啊啊的惊叹声,新姐,你快看,好帅呀,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望过去, 顾潇正迈着大长腿朝我们这边来,夕阳的光打在顾潇脸上,趁得她轮廓隔外地深刻俊朗,我一晃眼,连忙一开视线,那可是惊艳了许多人年少时光的顾潇呀,六年的时间,在顾潇身上,如同锦上天花般,你们好,我是顾潇,是这次训练的总教官, 在拍摄中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来找我,一旁的助理花痴似的指点头,进去吧,顾潇看了我一眼,慢慢地勾起了嘴角,然后当着助理和编导的面,直接将我的行李箱提进去了,我,空气突然安静,助理和编导看似若无其事, 但那时不时就偷偷看过来的余光,我也是能察觉到的,好吗? 门口,哨兵看到顾潇立马进了里,一进去,一股子庄严肃杀的味儿就有了,训练场大的眉边,不远处的操场上, 一群穿着迷彩服的孩子正在站着军姿呢,有模有样的,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真实的训练场,一时看入神了,正想找找儿子的身影, 耳边呼地传来一道声音,认真点,看路,晚点会看到儿子的,不知何时,顾潇站在了我的身侧, 我这半个月,该怎么熬,大的在,小的也在,安顿好后,我们就开始做准备工作了, 就在我检查相机的时候,助理凑了过来,心结,像顾教官这样的老公,该怎么找呀? 求教,我被问住了,那什么,他不是我老公,啊,助理一脸,我磕得C,竟然溢了得失落, 下一秒,竟然是前夫,我差点一个亮掌,连人带相机的摔出去,这脑回路,咋毕业的? 第一天的拍摄很顺利,我也在一堆迷彩服里找到了我儿子,明明只分开了一个晚上, 但是此刻看着站在那直挺挺的儿子,仿佛一夜之间长大了,是的,眼神里多了几分从前没有的坚毅和敬畏, 老母亲表示这钱没白花,好不容易带到儿子休息的间隙,我悄悄地凑过去,煽情的话都已经到嘴边了, 儿子义正言辞地来了一句,妈妈麻烦你公私分明,别打扰我成为一个男子汉, 我行,必须支持,老母亲只能含泪离开,一开始我替儿子报名的时候,是真没想到会这么严格, 训练内容和标准可比当年我大学那会儿的军训规格高多了, 偏偏这些平日里在家里称王称霸的主义哥哥老师听话得很, 我竟然没有听到一个孩子的哭声,只看到他们头上的汗和咬着腮帮子的小脸, 就连助理和编导看了,都直感慨, 是啊,在这里,心中恍若充盈着一股浩然正气, 就你压根就没时间想着掉眼泪,只想着不掉队,不知不觉, 我来这里已经十天了,训练渐渐接近尾声,值得欣慰的是, 在这期间大的没来找我,小的我也找不着, 每天我只需要负责跟拍,将训练最真实的过程记录下来就行了, 这天训练的内容是晋身格斗, 每个小家伙手里都发了一个定制款等笔高的盾牌, 还有一根井棍,泽,帅气,我拍得有些入神, 等我听到身后传来的尖叫声的时候已经迟了, 一个小男孩没抓牢,盾牌直接脱手了, 直直地朝我脸上砸了过来,我吓傻了, 整个人像是被定住了一般,忘了反应,千军一发之际, 一道黑影突然从我身侧跃了过来,将我牢牢地护在了怀里, 然后就是头顶上落下来的一声闷哼, 没事了,怨怨别怕,有我在,这一瞬间, 我六年的坚守得到了最好的回应, 众人纷纷围了上来, 鼓消面不改色地松开了我, 又去安慰了那个划了手的孩子, 然后才挺着背地离开了, 一切快地仿佛那句话只是我的意想, 乱了的秩序很快就恢复了, 我看着顾消离开的方向,迟疑了几秒, 然后将相机交给了助理, 随即追了上去,接连问了好几个人, 才找到顾消住的那间屋, 走过去,从那虚掩的门缝里, 我看到顾消的后背红肿了一片, 简直触目惊心, 谁?顾消回头, 看到我眼里闪过一丝欣喜, 你怎么来了?不用继续拍摄, 我抿着唇走了进去, 你的背?没事, 这点小伤都不算伤, 倒是你,刚才有没有被吓着? 我摇摇头, 视线忍不住地总往顾消背上看, 这一下要是砸我脸上, 我得整张脸都换了, 顾消, 你得上药, 嗯,我吸了一口气, 耳根微热, 我帮你, 话音刚落, 顾消已经将药塞到我手里了, 我,好样的, 药膏味道很重, 有些刺鼻, 挖了一点抹在了顾消的后背上, 立马听到, 嘶的一声, 挺疼的, 愿愿帮我吹吹, 不是说这点小伤不算伤吗? 怎么还矫情起来了? 我还是低头, 微微靠近, 朝着摸了药膏的那处吹了吹, 顾消身子一僵, 我看到他手背上的青筋都凸起来了, 空气中都掺杂着几分暧昧, 心愿, 半赏, 顾消突然开口了, 嗯, 救命之恩, 放在以前, 你得以身相许, 我正抹着药的手一时之间失了力道, 顾消疼得直, 嘶, 这个话题成功被我化解, 顾消受伤之后, 我瞬间从摄影师变成了看护, 衣服, 我洗, 一日三餐, 我送, 早晚个一次的抹药, 我擦, 呵呵, 没有以身相许的我, 直接给他当牛做马了, 我养儿子的时候都没这么累, 不过, 也有那么一点点不同了, 我和顾消之间的关系, 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正悄悄地攥在一起, 这种感觉, 很微妙, 具体表现如下, 欣姐, 你笑什么呀, 助理一脸诧异地看着我, 我没笑呀, 助理, 对, 就是这样, 这几天, 我的脸上总是会莫名其妙地出现笑意, 天天还不自知, 就连训练结束的儿子, 都察觉到了, 我的意样, 妈妈人逢喜事精神爽, 是不是就是你这样的, 嗯, 大概可能是吧, 妈妈我都打听过了, 教官没有女朋友, 也没有老婆, 更没有儿子, 我们三个正好可以组个队, 队名我都想好了, 就叫一家三口, 看着儿子那略显兴奋的小脸, 我沉默了, 半晌, 我试探性地开口, 你就不问问教官的意见吗, 或许他并不是很想和你组队呢, 正在自己收拾行李的儿子突然停止, 停了下来, 很认真地走到了我面前, 气氛一下子严肃了起来, 我心里一紧, 果不其然, 下一秒, 儿子开口了, 妈妈入营第一天, 教官就一直盯着我看, 他问我的第一句话就是, 你妈妈是不是叫心愿, 那天晚上, 也是教官让我打电话给你的, 他说看上我了, 想让我给他当儿子, 妈妈, 你不觉得我和教官 长得很像吗, 谁说的, 大家都这么说, 我, 呵呵, 群众的眼睛还真是雪亮哈, 我正想着怎么开口解释呢, 儿子自顾自地来了一句, 大概这就是缘分吧, 然后, 又继续收拾行李了, 我的好大儿, 你怎么这么可爱, 抹了几天的药, 顾向后背的伤 已经开始结痂了, 于公于私, 要走了, 还是得去打声招呼的, 这么想着, 我人已经走到楼下了, 刚要上去就听到隐隐的谈话声, 队长的伸手, 区区一个盾牌一脚, 就能踢飞, 怎么还负伤了, 英雄就美加苦肉计, 懂, 或, 学到了, 呵, 还用得着打招呼吗, 我这一进去, 估计明天就得上法治新闻, 知道儿子今天, 回家, 我爸妈早早地就来做好饭了, 一进屋, 就是一股子饭香味, 则, 瞬间, 被治愈, 听到声音, 爸妈就迎了, 过来, 一见儿子, 立马搂到怀里, 开口就是怎么瘦了这么多, 我, 那是我亲妈, 我当然不能说她眼睛有问题, 只能装聋作哑, 餐桌上, 饭吃了一半, 我妈一边给儿子夹菜, 一边有些敷衍的开口, 你大姑给你介绍了一个相亲对象, 明天你去看看吧, 我妈的语气, 显然是已经对我不抱有任何期待了, 看着一旁, 蠢蠢欲动的儿子, 我连忙使了一个眼色示意她闭嘴, 知道了, 妈, 这个时候, 我爸就开始祸悉泥了, 来来来, 赶紧吃饭, 菜都要凉了, 则, 我为我爸举大旗, 吃完饭, 儿子就不属于我了, 正好, 我可以趁着这个时间将视频剪辑出来, 书房里, 我忙到一半, 手机嗡嗡嗡的一顿震, 抬头瞥了一眼, 祸, 这不是我那失联了大半个月的好闺蜜吗? 点开一看, 好几张最新款的包包图片, 别客气随便挑, 都喜欢, 一分钟后, 姐妹你变了, 我懒得和她打哈哈, 说吧, 顾潇给你什么好处了, 姐妹情分都不顾, 呜呜, 我也不想的, 可是她用美色诱惑我, 她给我介绍了一个兵哥哥, 顾潇赢了, 怨怨你真的不考虑考虑顾潇吗? 她毕竟是念念的爸爸, 而且我看得出来, 顾潇对你压根就没忘过, 想起听到的, 苦肉计, 我眯了眯眼, 敲下了一句话, 发了过去, 我妈给我介绍了一个相亲对象, 明天我还得去相亲呢, 回头再说, 发完之后, 不管闺蜜再发什么过来, 我都没回, 果然不出所料, 不到十分钟, 我就接到了顾潇的电话, 呜呜我没闺蜜了, 按下接听, 顾潇咬牙切齿的声音立马响起, 听说明天你要去相亲, 消息真灵通, 心愿, 气氛一度僵硬, 半晌, 顾潇雨气略带委屈, 今天你没来帮我上药, 伤口感染, 我发烧了, 结痂的伤口感染, 嗯, 顾潇顿了顿, 训练的时候又裂开了, 这不巧了, 明天我相亲肯定很顺利, 顾潇没说话, 但手机里传出来那粗重的喘息声, 却格外的清晰, 一听就气得不清, 我嘴角一勾, 半天, 等来了咬着后槽牙挤出来的三个字, 你做梦, 啪的一声, 我直接将电话挂了, 让你严苦肉计, 呸, 第二天, 我早早地就起来准备了, 在我妈, 闺女终于铁树开花, 和儿子, 妈妈想换人, 的眼神夹击下出门了, 到了咖啡馆, 我想着和往常一样, 见一面, 然后敷衍一下了事, 结果, 万万没想到, 我这次的相亲对象, 竟然是周易, 我的高中班长, 好家伙, 熟人见面, 气氛自然了许多, 介绍人说你名字的时候, 我还以为是同名同姓呢, 周易看着我, 声音温柔醇厚, 如果说高中时代有一张风云榜的话, 那周易绝对是榜首, 成绩好, 性格好, 长得好, 那时候, 正是懵懵懂懂, 好多女生聚在一起的时候, 提起的最多的就是周易了, 后来高考结束, 周易就出国了, 那我的介绍人可真不厚道, 都没和我说名字, 周易笑了, 这次相亲绝对是最轻松愉快的, 我和周易聊了很多, 有高中时的趣事, 也有各自分开后的经历, 我们还一起吃了饭, 眼看着时间差不多了, 周易将我送回了家, 小区楼下, 我解开安全带, 班长, 今天谢谢哈, 拉开车门, 刚下车, 周易也跟着下来了, 心愿, 他叫住了我, 怎么了, 你忘了我们今天出来是干什么的吗? 啊, 我们在相亲, 看着周易那比做卷子时还要认真的眼神, 我蒙了, 手里给儿子买的甜甜圈, 趴得一下掉在了地上, 下一秒, 周易快步走了过来, 直接弯腰, 小心翼翼地帮我捡着甜甜圈, 甜甜圈断了, 你先上去, 我再去商场买一盒, 给小朋友的东西还是要精细一点的, 心里堪堪地冒出一个念头, 我慌了, 连忙叫住他, 班长, 不用了, 周易不乏, 一顿, 回头看着我, 一阵沉默, 半赏, 周易开口了, 心愿, 我是认真的, 震惊, 班长我有一个儿子, 我知道, 那你, 我一时辞穷, 心愿, 我想我, 从来没有哪一刻比现在更能体会到, 什么叫爱屋即屋, 高中的时候, 我就对你印象深刻, 那时候还没开窍, 等我出国之后, 总是时不时地想要知道一些关于你的消息时, 我才恍然, 原来, 那哪里是印象深刻, 明明是情根已重, 我抿着唇, 呜呜好想把耳朵捐出去, 我不想听啊呀, 心愿, 我已经错过一次机会了, 这次我不想再有遗憾, 沉默了许久, 抱歉, 周易, 拒绝的话一出口, 周易的神色就暗淡了, 没办法,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我能知道原因吗, 我指着心口, 语气轻柔, 因为我这里住着一个人, 他不肯挪位置呀, 周易愣了几秒, 随后面色恢复了平静, 我懂了, 心愿, 希望你幸福, 嗯, 我会的, 班长, 谢谢你, 周易走了, 看着视线里渐渐消失的车辆, 我松了一口气, 常在河边走, 哪能不识邪, 呜呜我再也不去相亲了, 转身, 准备上楼, 却在目光触及到台阶上站着的那道身影石顿住了, 我说呢, 这人一天没消息, 感情在这蹲守呢, 等等那我和周易的对话岂不是都被他听了去, 我脸着眉, 你什么时候来的, 话音刚落, 顾消极步而来, 直接将我摁在了怀里, 力道大的恨不得将我揉进他的身体里似的, 得不用问了, 他肯定全听到了, 想到刚才我说的那句话, 后知后觉的脸一热, 就在我以为顾消会说些什么的时候, 他松开了我, 然后深深地看了我一眼之后, 转身就走了, 真的走了, 我一整个一梦, 好家伙, 顾消, 你可真行, 我妈妈咧咧地上了楼, 郁闷了一晚上, 早上我是被吵醒的, 先是儿子杂杂呼呼的声音, 然后又是我爸妈的声音, 本来就睡得迟的我, 起床气立马就犯了, 我揉了揉太阳穴走到客厅, 刚要开口让他们小点声, 结果, 在看到沙发上的顾消时, 脑子顿时一片空白, 嗯, 我肯定还在做梦, 回去接着睡, 正要转身离开, 我妈叫住了我, 心愿, 你给我过来, 不是做梦, 客厅里的气氛一度紧张, 只有我那好大儿傻乐着坐在顾消旁边, 看着那一大一小, 我爸妈的脸色是变了又变, 半嗓, 顾消开口了, 叔叔阿姨, 现在心愿也在, 那我重新介绍一下, 我叫顾消, 现职军人, 是心愿大学时期的男朋友, 本来六年前, 我就想亲自上门拜访叔叔阿姨的, 可是心愿说, 阿姨不愿意自己的女儿找一个, 连安稳生活都不能给她的男人, 撕, 我吸了一口气, 正要开口为自己辩驳一下, 就被我妈一个眼神喝退了, 顾消, 继续, 心愿还说, 阿姨不喜欢我, 还给我看了她和阿姨的聊天记录, 阿姨您帮她介绍了一个男朋友, 等着她回家相亲呢, 就这样, 我被心愿抛弃了, 我, 好家伙, 顾消, 这个狗东西, 绝对是故意的, 啊啊啊, 当年给她看的聊天记录是我的, 我妈压根就不知道, 果然, 我妈脸色铁青, 心愿, 你什么时候告诉过我们你在大学时候交了男朋友, 我还没开口, 顾消抢先一步, 原来, 心愿竟然连提都没提过我, 接下来, 我遭到了惨不忍睹长达一个小时, 来自我爸我妈的混合双训, 余光里, 顾消嘴角似乎勾着, 行, 这笔账, 我在我的小本本上画下了, 叔叔阿姨, 今天我来, 是希望你们能再给我一个机会, 说完, 顾消顿了顿, 然后从包里拿出了一个文件袋, 打开之后, 将里面的东西逐一地摆放在了我爸我妈的面前, 从我这个角度望过去, 只能看到压在那堆东西上的一张照片, 就在这时, 儿子脆声声地声音呼得响起, 咦, 这不是我吗? 叔叔你什么时候给我照的呀? 我记得我手里没有这个模型呀, 是到如今, 真相大白, 我爸妈脸色再次变了又变, 顾消揉了揉儿子的小脑袋, 然后, 起身郑重其事地朝我爸妈鞠了一躬, 叔叔阿姨, 这些是我的银行卡, 车钥匙, 房产证, 以及和朋友一起投资的股权产业, 希望叔叔阿姨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弥补心愿这六年的辛苦和煎熬, 鼻根处的酸涩直冲脑门, 我眨了眨眼睛, 连忙挤去眼眶里渗出来的水渍, 结果可想而知, 顾消很顺利地攻陷了我爸妈, 经他的一番操作, 当天我爸妈就一口一个女婿地叫上了, 顾消又来了一招趁热打铁, 当即表明想早点给儿子一个完整的家, 这简直就是往我爸妈心窝里暖呀, 于是晚上两家人就见面了, 顾消爸妈看着我儿子, 激动的眼圈都红了, 抱着简直撒不开手, 包厢里的气氛融洽极了, 我爸妈起初的担心全被顾消爸妈的一言一行打消了, 双方父母当即拍板, 让我和顾消明天就去领证, 我全程连句话都没说上, 饭局结束, 顾消将我爸妈送回了家, 走的时候, 我爸妈直接开口把儿子留了下来, 意思十分明显, 给我和顾消制造单独相处的机会, 就无语, 到了小区楼下, 因为心里憋着一口气, 我下车就走, 没走几步, 脚下一倾, 我整个人都被顾消扛在了肩上, 顾消, 你放我下来, 嗯, 回家就放, 要不然你得跑了, 事实就是, 一进屋, 我的确不在顾消的肩上了, 我特么直接被顾消压在了身下, 顾消, 你, 没说完的话, 被顾消落下来的文给堵住了, 很温柔的一下, 怨怨昨晚的话, 我都听到了, 我顾消何其有幸, 今生能够遇到心愿, 拥有心愿, 还, 被心愿爱着, 顾消, 眼圈都红了, 说话的声音都哽了, 当年的事情, 我都知道了, 心愿, 对不起, 还有谢谢你, 我哭了, 比分手那天, 哭得还要大声, 顾消抱着我翻了一个身, 让我趴在了他的胸膛上, 大掌轻轻地拍着我的后背, 一声一声地哄着我, 哄着哄着, 顾消不对劲了, 我还是哭, 只是哭得初衷变了, 这一晚, 我爱你, 三个字是被提及最多的, 多么庆幸, 山水一成, 我和顾消却始终如初见, 怕他出轨, 使出浑身解数防患于未然, 他知道后, 紧紧抱着我老婆, 不是所有男人都有钱就变坏, 我是例外, 如果有一天我不爱你了, 一定会告诉你, 不让你最后一个知道, 他做到了从不沾花惹草, 而爱上别人, 也真的第一时间告诉我, 并提出离婚, 义无反顾, 据此, 我们已经结婚十八年, 我羡慕一切老公出轨, 还能从容不迫, 为自己开出一条血路, 全身而退的女人, 也羡慕一切老公出轨, 撒泼打滚闹的天翻地覆, 如愿以偿的女人, 我很窝囊, 知道老公出轨, 想霸气地甩过一个嘴巴子, 手却抖得不听使唤, 打到自己脸上, 打自己眼瞎心芒, 想一哭二闹三上吊, 又觉得摸不开面子放不开嗓子, 不想坏了有素质的人设, 然后色缩在沙发, 一雨两天, 滴水未尽, 据说七天不喝水, 人就会死掉, 我想坚持七天, 窗外耀眼的阳光耀的我泪流满面, 老公叫工程, 我们是大学同学, 毕业一起创业, 轰轰烈烈地工程, 然后结婚, 生完孩子后, 生意逐步交由他打理, 我退居二线, 相夫教子, 年轻时候也怕他出轨, 使出浑身解数防患于未然, 他知道后, 紧紧抱着我老婆, 不是所有男人都有钱就变坏, 我是例外, 如果有一天我不爱你了, 一定会告诉你, 不让你最后一个知道, 他做到了从不沾花惹草, 而爱上别人, 也真的第一时间告诉我, 并提出离婚, 义无反顾, 据此我们已经结婚十八年, 我捂着眼睛哭着说, 为什么要告诉我, 这是对你对婚姻的尊重, 放屁对我尊重是不宜情, 别恋对婚姻尊重是忠贞不二, 下周我们去民政局, 条件你随便提, 这是当年我陪着冯山开路, 玉水搭桥的爱人吗, 他看都没看我的撕心裂肺, 转身就走, 不带半分犹豫, 关上门, 瞬间顿了一下脚步, 却没有回头, 老婆对不起, 请你成全, 谁成全我, 我从日出做到日落, 又从日落做到日出, 搜长瓜肚, 想怎么办, 让儿子劝劝他, 儿子还有一个月高考了, 绝对不能影响他情绪, 真离婚了, 也不要让他知道, 让他母亲劝劝他, 老太太寡居, 把他拉着大, 我们结婚第二天, 他就嫁了自己的竹马, 幸福的不要不要的, 让他朋友劝劝, 劝赌不劝条, 他朋友没离婚的少之又少, 整不好都得劝我放手, 告诉我强扭的瓜不甜, 茫然四顾, 除了接受, 我好像无能为力, 其实一切都有迹可循, 他是他的助理, 一个小他23岁的女孩, 他第一次在饭桌上提他, 温柔的不像话, 怎么可以有这么单纯的女孩, 25岁看起来就像17、18岁, 眼睛干净的能照镜子, 看见他你好像, 也回到了青春年少, 我特意去看了那个女孩, 一袭水粉色蕾丝裙, 长长的马尾, 甚至能看见脸上的绒毛, 我承认老公说得很对, 他看起来就像一个高中生, 简单而美好, 他家是外地的, 因为入职老公的公司, 他父母特意跑过来见他的老板, 树不看一眼, 不放心女儿, 老公招待, 他父母让我也参加, 可能是想告诉他, 父母会像家人一样, 关心爱护他吧, 老公自己都没意识到, 他开口闭口都是金鸟, 那个女孩叫金鸟, 开始还怜名待姓地叫, 再后来就变成小姑娘了, 小姑娘怎么那么胆小啊, 今天被一个蟑螂吓得脸都白了, 小姑娘怎么那么爱吃蛋糕啊, 眼睛都闪着光, 小姑娘怎么那么没力气啊, 一体水泪得眼泪汪汪的, 小姑娘长在了她的嘴上, 我开始焦躁不安, 老公能不能辞退金鸟, 老公当时就炸毛你发什么神经, 彼时老公已经输了两年七百二十多天, 耳朵都磨出茧子了, 他哪惹着你了, 我虚无地笑笑, 没惹我但他惹了我老公, 惹了我家庭, 毕竟我们结婚十几年了, 儿子都那么大了, 陪你白手起家, 不想最后家没了, 老公揉了揉我头顶, 老婆说什么呢, 他就是一孩子, 他是一个孩子嘛, 公司有个男孩追金鸟, 老公找个理由开了他, 我则问老公红了眼眶, 我没办法容忍他和别人在一起, 我要保护他一辈子, 工程呢我呢, 你也说过要保护我一辈子, 对不起工程打断我的话, 眼睛也湿了, 你那么有能力, 那么优秀, 离开我也会活得很好, 他不行不懂人情世故, 不会照顾自己, 话不是这么说的, 我也喜欢现在硕大的果实, 可当初不种那棵树就没有啊, 那时候我们一起打拼, 互相信任, 默契地不用语言, 就知道对方心里, 我以为那就是爱情, 可以共度一生, 我现在才明白, 爱情可以激发全身能量, 激情四射, 奋不顾身, 冲动地变成一个矛头, 小伙子忘乎所以, 最近的人总是知道哪里最疼, 更适合下刀, 我疼得捂着胸口, 弯下腰, 我想象不出忘乎所以的他, 是什么样因, 位在我印象里, 他永远都是沉闻冷静, 处事不惊, 我也忘了他骨子里杀伐, 果断爱了, 会第一时间抛弃弃子, 房子卡上的钱都给你, 儿子的学费我负责, 就算离婚了, 你也是我的亲人, 我不会不管你, 这是他给我最后的体面, 第五天的时候, 他打来电话, 说明天是周一, 去把手续办了, 好吧, 还有两天, 那就办完手续再继续, 绝食五天, 我滴水未尽, 开始饿, 后来就不饿了, 想了很多, 又什么都没想, 穿衣去民政局, 在电梯里, 不知道怎么回事, 天旋地转, 然后就没了知觉, 醒来平躺在一个人的怀里, 我挣扎着起身, 身后是一个高高瘦瘦的男人, 满眼关切, 应该是邻居, 不知道几层, 乘电梯时遇见过, 看我醒来, 他关切地问姐, 要不要去医院, 我胳膊撑着站起, 又一阵头晕目眩, 一个猎犬摔倒他怀里, 电视剧里矫情小主一般都是这么演, 可我真的是站不稳, 我还是送你去医院吧, 他扶住我, 带我去吃早饭吧, 我没告诉他, 水五天滴水未尽, 都会摇晃, 看见豆浆和油条, 我眼放蓝光, 一口喝了半杯, 两口就吃了一根, 抬头遇见男人浩瀚以侠的目光, 这么急心, 莫名地被揪了一下, 扁扁嘴回到急着去离婚, 顺势问到你住几楼, 你家对门, 他脚下的眨眨眼, 对门不是一对老夫妻吗, 我父母他们回老家了, 恩很久没看见老两口了, 吃完浑身有了点力气, 工程的电话不断打来, 问我道哪了, 我气急败坏小鬼死不得, 等阎望爷, 到处功夫, 对面男人眸光声会, 我送你布, 是想让他送, 可是工程看见一个男人送我来, 离婚是什么感觉呢, 鬼使神差, 好路上他告诉我, 他叫万良工程, 早已等在民政局门口, 我一眼就发现他脸色红润, 眼中带神, 喜欢西装革履的人, 今天却是满身休闲, 人看起来俐落而年轻, 这是人逢喜事精神爽, 还是焕发了第二春, 离婚出奇地顺利, 因为没有纠纷, 房子钱归我, 公司由我股份不变, 经营权归他, 只是工程看万良的眼神, 充满探究, 也许没看出什么, 离开前悄悄跟我说, 捂住自己的口袋, 让你花钱的男人基本都是渣男, 我笑得, 欺然, 让我陪着吃苦又一脚踹开的男人更诈, 儿子考完就出国, 没几天了, 咱先别告诉他了, 他脸色黑得像锅底, 转移了话题, 我输人不输阵, 可以最好这辈子都别再见了, 亲人什么的我不需要, 也恶心以为离婚我会痛不欲生, 可是出了民政局, 眼里一滴泪没有, 也许那五天, 眼泪流干了, 是啊, 再不用掐着点做饭, 数着时间等他进门, 看他脸色行事, 从今天开始, 我想吃就吃, 想睡就睡, 再也不用循规蹈矩, 人真是奇怪的动物, 真的啥事没有, 还睡不着觉了, 整夜整夜的失眠, 眼前总是出现婚后的生活片段, 像过电影似的, 一针一针, 最后都归于悲伤, 我几乎不出屋, 想好的绝食也取消了, 但几天做一顿饭, 有一天门铃响, 我摇晃着开门, 万良满眼担忧, 好几天看你们家, 没动静, 就试着敲了门, 大姐你不会在家, 绝食吧, 她一步跨进来, 拽我到镜子前, 姐你照照镜子, 形容枯稿, 面容憔悴, 你到底要做给谁看, 我帮你按一下她, 多天没照镜子了, 镜子里的自己脸色苍白, 眼窝深陷, 眸子无光, 我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 不就是离个婚吗, 中国离婚率有多高, 你也不是不知道, 怎么就跟离世似的, 想想你还有儿子, 还有父母, 至于嘛, 婚姻像是一棵树, 藏在我心上, 时间太久, 所以根系发达, 猛地拔出去, 不是说好不了, 但需要点时间, 让我慢慢走出来, 那一天, 我知道, 她比我小七岁, 谈婚论嫁时, 女方劈腿了, 嫁了条件更好的男孩, 心里冷哼, 站着说话不腰疼, 你又好到哪里, 能忘记能泰然处之, 三十多岁, 怎么还不娶七生子, 同是天涯伦落人, 谁也别笑话谁, 破天荒我们一起, 喝了点小酒, 然后抱在了一起, 她吻上我的唇, 解开我衣服的时候, 我没有阻止, 我堆积的情绪需要发泄, 也想知道, 何比自己年龄小的人上床, 和婚姻以外的男人上床, 到底有多受用, 万良很温柔, 也很勇猛, 我似乎很久没这种体验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和工程床上运动就成了一种义务, 我想很多夫妻都是这样吧, 否则怎么会有交公粮的戏称, 虽然身体愈先愈死, 但灵魂还很自责, 觉得自己不减点不正经, 甚至不要脸, 我不知道她啥感觉, 事后她温柔浅犬, 满眼碎钻, 抱歉我不习惯这种关系, 我们能进一步吗? 进一步恋爱, 结婚生子, 不要我斩钉截铁, 一个发誓生老病死, 不离不弃的人, 都可以背叛, 一个为她生儿育女的人都可以抛, 气我实在没信心开启下一段感情, 一个月很快就过去了, 儿子高考完决定去瑞士留学, 孩子感激地对我和工程说, 谢谢妈爸给我提供这么好的学习地方, 从小我就喜欢瑞士, 终于得偿所愿, 我笑得很苦钱是你爸挣的, 感谢他吧, 我没想到儿子感谢的是这个, 好像和我没什么关系, 我一会要去美容院, 你谢傅龙恩去吧, 我借骨离开, 是想让儿子跟着工程, 发现他爸爸已经有了新欢, 而且比他大不了多少, 看见他感谢的父亲薄情寡义, 撕毁了他的家, 晚上我在金鸟的朋友圈, 看见了他和工程级儿子的照片, 那是一家日料店, 儿子和工程举着酒杯, 旁边放着日式小酒壶, 配文是我们家的少年要加油哦, 他们家的少年, 工程和儿子都点了赞, 我浑身抖得不行, 眼前一黑一黑的, 失去老公, 是不是儿子也要失去了, 我拿起电话, 然后又放下, 儿子应该知道了金鸟和他爸爸的关系, 但还是其乐融融地一起吃饭, 我多余了, 第二天金鸟朋友圈是三张机票, 配文是马尔大夫走起, 他们去马尔大夫了, 工程从没带我旅游过, 他总是很忙, 我理解管好一个企业, 更何况是挣钱盈利的企业, 当然没有空闲, 照顾老人和孩子的事, 我一力承担, 虽然婆婆婚后再嫁, 但毕竟上了年纪, 小毛病不断, 都是我第一时间跑去照顾, 逢年过节请客送礼, 维系关系, 至于儿子, 从小到大, 家长会补习班, 穿衣吃饭, 都是我亲力亲为, 高三住小, 那是北京最好的私立高中笔, 我照顾得还好, 贤良舒德被我演绎得淋漓尽致, 晚上朋友圈是他们三个在海边漫步, 夕阳给他们周身相了一条金边, 深邃俊逸的男人, 摇曳多姿的女人, 阳光帅气的少年, 任谁看了都觉得养眼, 我养出了一脸的泪, 四十多岁的工程和二十多岁的金鸟, 看起来一点没有年代感, 她牵着她的手, 风吹起他们的头发, 脸上洋溢着快乐, 幸福隔着屏幕溢出来, 那是我多年不曾见过的, 说实话, 很多年没觉得工程帅气了, 都说身边没有景色, 再好看的人, 看久了也会麻木, 我像一个偷窥者, 看他们潜水, 坐豪华游轮, 吃海鲜大餐, 遇见明星婚礼, 日出的时候, 三个人欢呼, 最后工程和儿子把金鸟, 合力举了起来, 他的笑声, 银铃般醉了一地, 阳光, 我嚎啕大哭, 哭声引来敲门声, 使万良他抱住抽烟着的我, 心疼得红了眼底, 我能帮你什么, 我想去旅游, 我乌夜着, 好他没有犹豫, 我安排一下, 明天出发, 他没问我想去呢, 也没问去多久, 问了我也不知道, 他回家收拾行李, 我拿出银行卡放在了儿子的房间, 想了想拿起笔写了几行字, 儿子十七年的爱可能太普通, 比不过日料鲜美, 马尔代夫一人, 就向爸爸开启新的人生, 你也要开始自己的征程, 妈妈没什么送你的, 离婚约定, 你的学费爸爸负责, 这张卡里是我分到的全部财产, 送给你以备不时之需, 看见你开心, 我就放心了, 妈妈永远爱你, 我想我是生儿子气的吧, 以为他会为我主持公道, 会像电视剧里那样不认小三, 指责父亲, 甚至断绝关系, 可是他似乎接受了金鸟, 和他们其乐融融, 这让我万箭穿心, 我觉得自己很失败, 老公不要我了, 儿子也不要我了, 一定是我的错, 我心被挖了个洞, 呼呼露着风, 连万良再次进来都浑然不觉, 我只想逃离这个家, 这座城市, 万良板着我肩头, 看着我眼睛, 姐姐我们公司总部在北京, 有一个分部在哈尔滨, 你愿不愿意跟我去, 那里有百年中央大街, 索菲亚教堂音乐公园太阳岛风景区, 冰雪, 大世界和鼠不清好吃好玩的, 其实不管是呢, 我都可以, 万良在哈尔滨分部有宿舍, 他带我直接住了进去, 原来他一直在哈尔滨分部工作, 前段时间回总部属职, 本来早就该走的, 为了我多留了几天, 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 他笑容灿烂, 张罗着带我出去吃饭, 他说哈尔滨的锅包肉铁锅靠大额一绝, 马迪尔冰棍也不错, 华梅西餐厅的面包和灌闷牛肉都不错, 问我先吃哪个? 记忆里都是我问工程想吃什么, 他从没问过我, 我眼圈红了, 蒙着鼻音都行, 那就一家一家的吃, 够你吃一年不重样的, 哈尔滨的七月, 焦阳似火, 热烈四散开来, 阴晕到脸上, 定格成一朵彩云, 被重视的感觉, 会让人不知不觉变得柔软, 不用别耽误你工作, 我自己转转就好, 白天他上班, 我拿着地图到里到外的逛, 江南江北的溜达, 我似乎忘记了离婚之痛, 但我再不愿意像所有寻常夫妻一样, 等着某人下班, 虚寒问暖, 热饭热菜的时候, 也不愿意听某人说公司大事小情, 帮着分析利弊, 做出最佳决定, 离家半个多月了, 才收到儿子的电话, 妈怎么不在家, 我不知道该高兴还是生气, 这么久都没说发个微信, 看金鸟的朋友圈, 好像从马尔代夫又去了泰国, 香港, 澳门, 两天前才回来, 我冷了声音, 工少玩得挺好啊, 还记得有个妈, 以为和你爸一样, 都不要我了, 妈你说什么呢, 你和我爸的事我管不了, 也没法管, 但我知道, 不爱还厮守在一起多别扭啊, 离婚你也可以寻找你自己的幸福, 没什么不好, 至于金鸟银鸟, 对我来说都一样, 和我没什么关系, 我咽下一肚子委屈, 舒展了笑容, 一个孩子, 没因为父母离婚寻死觅活, 已经慢性, 我怎么还指望一个孩子挽救我的婚姻, 儿子看见妈给你留的银行卡了吗, 里面有很多钱, 你拿去吧, 我想我的爱就是倾其所有, 创业可以做启动资金, 结婚可以买房买车, 妈我不知道你在哪里, 这次和老爸出去旅行, 就是想好好陪陪他, 也是想和他商量, 带你一起出国, 我看你精神状态不太好, 自己在国内不放心, 瞬间热泪盈眶, 儿子是爱我的, 他大了知道审时夺势, 为我着想, 也没让功成为难, 突然就没那么绝望了, 儿子现在不行, 外公外婆年纪大了, 就骂一个女儿, 过段时间我想去陪陪他们, 他们百年后我就去找你, 中年人的世界, 上有老下有小, 死都死不起, 多亏死不起, 我才知道原来儿子是如此懂事, 如此爱我, 儿子走的时候我没回去, 不是不想, 是土的昏天黑地, 人也虚脱的不行, 万两眼睛亮晶晶的, 声音又中又欲姐姐, 你是不是怀孕了, 我也吓了一跳, 四十四岁高龄离婚之后, 我跌跌撞撞穿衣服要去医院, 万两一把抱住我, 满眼星辰, 姐姐, 如果怀孕, 可不可以留下去母留子, 我眼神犀利, 如果你愿意, 我们现在就回去登记结婚, 我们除了床上, 哪哪都不合适, 怎么结他拿出银行卡北京, 我有房, 哈尔滨随时可以买, 这里有五百万, 你拿去, 我哽着脖子仰着脸, 不是钱的问题呀, 从你见面就我到, 我们上床, 都不超过三次啊, 跟你来, 哈尔滨, 不是因为爱你, 而是我无路可逃, 无的可去, 所以, 你让我怎么去生这个孩子, 他也沉默了, 也许他从没想过这个问题, 他爱我吗? 答案肯定是否定的, 那为什么能和我上床呢? 你说那些嫖客爱妓女吗? 答案肯定是否定的, 但他们却乐此不疲, 我想到这里, 又一次恶心袭来, 没忍住趴在马桶上, 然后吐出的却是大口大口的鲜血, 我当场晕了过去, 醒来再去医院, 的路上万良开车, 他见我睁开眼睛, 神色焦急, 声音却暖姐姐, 别怕孩子我们不要了, 你只要快乐就成, 我用仅存的气力, 说出一直盘旋在心的话, 你怎么这也算钻石级别, 找个大姑娘小媳妇也不难, 别耗在我身上, 我们不熟, 谁说不熟, 我们是校友, 大一那年, 你回母校做过报告, 讲年轻人如何创业, 那是我人生高光时刻, 毕业和工程, 白手起家两年, 就让公司成为行业内脚脚者, 为此还回母校做了演讲, 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 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的世界只有工程儿子和父母, 慢慢地我都忘记了, 我也曾是大家眼中的楷模, 岁月长河淹没了我的方向, 柴米油盐禁锢了我的才能, 我丢失自己太久了, 久到我忘记了自己是谁, 我都忘记了, 这么多年, 你还记得万良, 沉浸在回忆里, 眼角带着崇拜, 一辈子都不会忘, 你站在台上, 脸上闪耀着光芒, 后来在电梯里见过一次, 想说来着, 怕你不信, 说我想搭讪找的理由, 而且见你满脸忧伤, 那股自信也没有了, 就不知道该不该打招呼, 直到你在电梯里晕倒, 谢谢你, 让我想到我也有过精彩的人生, 医生给我做了胃部检查, 后来又做了全身检查, 看着医生紧锁的霉峰, 我知道一定很严重, 然后医生让我出去, 留下了万良, 这戏码太熟悉, 我甚至知道什么叫站位, 边界欠清晰, 形态不规则, 内部血流丰富, 因为关上门, 瞬间我听见了站位一词, 万良出来时, 眼泪还没擦干, 他使劲抹着, 却怎么也擦不净, 我上前拉住他的手, 好了二分之一, 还是三分之一胃癌, 最好的办法就是手术, 二分之一的胃癌存活率也在五年以上, 他紧紧抱着我, 头底在我头顶, 污液了声音, 姐姐我们回北京, 我看了诊断报告, 不是胃癌, 是肺癌, 怒伤肝, 忧伤肺恐伤肾, 气伤为我忧伤, 成疾, 万良一直陪着我做各项经营, 检查, 我不许让他回去上班, 他始终绊抱着我, 好像我稍纵急事似的, 宝贝这我已经请了年假, 别赶我走, 让我留下来照顾你, 工程来了, 身后跟着腹部高高隆起的金鸟, 应该是六七个多月, 也就是离婚之前, 喜得贵子, 怎么就得这个病了, 工程紧张得脸都白了, 一下就抓住我的手, 都吃五股杂粮, 怎么就不能的, 这个病了, 我躲开接过万良地过来的温水, 要不要告诉儿子, 工程问我, 他回来也不起啥作用, 刚开学够他忙的, 千万别告诉他我有病的事, 那我雇个护工, 没事我也尝过来, 工程话还没说完, 鸡鸟拿起他的手, 放在他的腹部上, 下面的话就被工程咽了回去, 手术前一天, 鸡鸟来了, 带来很多补品, 我不喜欢辞敬, 工程出轨, 我一次都没去指责他, 但我也不想见他, 姐工程忙来不了, 嘱咐我来看你, 明天就要手术了, 你别怕我会来陪你的, 工程说你是我们永远的家人, 一阵恶心袭来, 我快步跑向洗手间, 在他惊恶的眼神中, 我看见自己苍白着一张脸, 鸡鸟别亵渎家人这个词, 我和你们不是山鸟, 和飞鱼不同路, 他哭了泪珠在眼眶里晃晃荡荡, 这是做给谁看呢, 姐不管你认不, 认我都是你最亲的人, 也是对小俊最好的人, 我发誓我儿子叫小俊, 这啥套路, 以后都有我来照顾你, 万良哥毕竟是外人, 我要是做不到就出门车撞死, 发毒事照顾我, 良心发现吗, 结束前你能不能签个股份转让协议, 挨狐狸尾巴露出来了, 不能我没等他说完, 结住住了他, 工程就是我的摇钱术, 他越努力, 我分得越多, 为什么转让, 金鸟的眼泪啪哒啪哒, 就落了下来, 说出的话却脆了毒, 你不怕有命正没命花, 我笑得山花烂漫, 有什么关系呢, 儿子可以花, 万良可以花, 还可以参加春累助学活动, 哭吧, 我又不是工程, 梨花带雨对我没用, 这还提醒我了, 我让万良请个律师过来, 把工程也叫来了, 金鸟是不请自道, 我立了遗嘱, 死后现有财产, 由我儿子继承, 工程公司的分红, 参加复联组织的春累助学活动, 资助那些贫困的大学生, 工程没说什么, 金鸟脸色不善, 偷偷在我耳边说, 年轻就是资本, 即使你手术成功, 也是老女人一个, 我撇撇嘴, 不屑一顾, 又不是没年轻过, 轰轰烈烈地和工程并肩创业, 你永远体会不到那份成功, 呵呵遭罪的是你, 享福的可是我哦, 小姑娘骨子里这么肮脏, 她父母还高知呢, 看来教育也不怎么样, 好好享受吧, 因为很快你也年老, 小四小五都在路上, 你可要看紧哦, 不言而喻, 工程为了年轻漂亮, 可以抛弃一起奋斗的老婆, 她的结局又能好到哪去呢? 工程凑过来, 你们在说什么, 说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说我真的, 度过这个劫, 就去公司和你并肩作战, 日后公司上市也不一定哦, 恶心人谁不会, 当然我没想去, 就是说给某些人听听, 看在我要手术的份上, 工程没敢反驳, 飞飞笑着保证, 要是术后身体好了, 想干嘛就干嘛, 去公司我也欢迎, 倒是年轻禁不住时, 金鸟黑着脸直接走人了, 工程追了出去, 这几天他们有的吵了, 万良脸色也黑, 低声问数后真的要过去吗, 怎么觉得他眼角还红了, 我吃笑我不会吃回头草, 闲恶心手术很成功, 我失去了两天肺业, 却拥有了身体健康, 鬼门关里走一趟, 深深感悟, 离婚能怎样, 被背叛又怎样, 健康快乐地, 活着就是最好的反击, 所有的一难平情难断, 睡不着觉, 吃不下饭, 都是为别人的错误买单, 我恢复得很快, 一周就开始下床走路, 我开始学德语法语, 据说瑞士是欧洲的心脏, 世界的花园, 我也想去看看, 工程来得很勤, 总在抱怨金鸟, 和他想得不一样, 一来伸手犯来张口, 刁蛮任性, 我没告诉他, 现在的孩子不都这样吗, 带笑不笑地说, 做好婚前公正, 寻找小四小五, 让他有点危机感就消停了, 恶毒谁不会呢, 可是对上万粮就会不安, 欠就交个朋友, 上个床我接受, 只是暂时, 我还不需要婚姻, 离开这里, 距离是最好的拒绝, 去瑞士之前, 我去了万粮公司总部, 投资了哈尔滨分部, 股权交由万粮打理, 给喜欢的人花钱, 确实很有成就感, 我说不用谢, 相信离开我的你依旧很棒, 不管是事业还是家庭, 他的笑四意, 又温柔我等你, 只等你等几年都没关系, 希望时间和距离改变他的想法, 我调皮地扬了扬手, 相识一场, 让我用英语结束我们的邂逅, gobby, 他面犯桃花, 我也是四十多年几乎没旅游过, 更没有出过国, 一下来到这么美丽的国度, 我整个人都飘了, 儿子眼睛眯成一条线, 叫称责怪妈就看见眼前的苟且, 不知道还有诗和远方, 呵呵是老妈狭隘了, 娶了万国公少女封西庸城堡苏黎世湖, 看了日内瓦大喷泉, 狮子纪念碑, 吃了奶酪火锅烤香肠奶油蒸牛肉, 最爱的还是瑞士的巧克力, 我觉得我是不喜欢甜食的, 可是松露巧克力夹心巧克力, 巧克力蛋糕和慕斯巧克力, 让我简直忘了自己的年龄, 想给父母寄回一些甜, 地址时下意识地写到哈尔滨, 收件人麦先生, 是让我第一个想分享的人, 是那个曾经崇拜我后又心疼我, 现在不知道爱不爱我的人, 他在我最无助的时候, 默默地陪伴着我走过那段泥泞和不堪, 如果可以, 我愿意成为他的家人, 来到瑞士半年的时候, 工程打来电话, 少有的沮丧, 对不起雨都停了, 送把伞干嘛, 我当时着急离婚是因为金鸟怀孕了, 生出我才知道孩子不是我的, 我差点惊掉下巴, 他其实一直有男朋友, 没有公开, 他们青梅竹马, 看我有钱才和那个男孩分开, 说孩子是我的, 可那孩子和儿子小时候一点都不一样, 我偷偷做了亲子鉴定, 哈哈这么狗血, 震惊过后反应过来,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老婆我后悔了, 如果能回到过去, 打住我不是你老婆, 我义正词严, 坚定无比, 后悔就好好经营公司, 捂住钱袋子, 积点应得, 我没说, 挣了钱, 儿子生活充裕, 我还能多帮助几个孩子, 回到过去, 想啥呢, 我们走得太远, 谁也回不去了, 我做了个梦, 梦里沈安要和我假离婚, 为了给我女儿买学区房, 我还一脸信任地对她说, 老公你真好, 真为我和女儿考虑, 可离婚当天, 她就迫不及待和小三领了证, 小三领着儿子来我面前耀武扬威, 还联合我婆婆虐待我女儿, 第二天梦里的剧情真的发生了, 我那就让梦和现实相反吧, 我们女儿也要上小学了, 我想着我们再添一套学区房吧, 就在今天早晨, 沈安向我提出来这个建议, 原本的我, 应该丝毫没有觉得不对劲才是, 可是就在昨晚, 我做了一个梦, 梦里沈安借这给我们的女儿沈庆, 买一套学区房, 方便她上学的由头和我假离婚了, 梦里的我怎么会知道, 这假离婚竟然是早已谋划好的真离婚, 我开开心心地和沈安办理了离婚, 选择了净身出户, 想着反正买完房子就复婚, 竟然连女儿的抚养权也没要, 可假离婚成了真离婚, 我们母女俩, 落得一个那叫一个凄惨的下场, 我晃了晃神, 想着昨晚做的梦, 我顺着沈安的话老公想的真周道, 庆庆要上小学了, 是该换个学区房了, 我皱起眉头, 带着担忧的语气说道, 可以, 小旁边的学区房名额难拿, 价格又昂贵, 你的生意最近又不太好, 这房子哪来的钱买呀, 沈安眼神亮了亮你看, 我们可以先假离婚, 把我们现在住的房子放在你名下, 再去买学区房, 优惠不少呢, 你也知道公司现在不景气, 拿不出多余的钱, 沈安拉着我的手, 揉声细语地道, 这是两全其美的办法, 梦还真的成真了, 沈安果然提出来和我假离婚的方案, 我开始担心后面的事也会发生, 为了验证后面的梦, 证实我并不是杞人忧天, 我顺势应下了沈安的提议, 也只能这么办了, 都听你的, 沈安满意地笑了笑, 深情地看着我说道你放心, 等我们买好房, 让我们家庆庆能上好学校, 我们就复婚, 你知道的, 我们现在只有这个办法了, 看到沈安这深情的模样, 她好像真的很爱我, 很爱我们, 这个我家呢, 我不由地愣了愣, 是不是我想太多了, 可是, 沈安今天真的提出了假离婚啊, 可想起梦里我们母女俩的下场, 我知道这件事容不得我心软, 我必须弄清楚, 我心不在焉地回答, 你知道我相信你的, 老公, 她听到笑咪咪地拿出手机, 你看房子, 我都看好了, 这套环境好, 基础设施齐全, 隔音效果也不错, 南北通透, 很是适合居住, 周围也都是好学校, 亲戚上学你也能够放心, 男人侃侃而谈, 似乎真的是个为家庭, 为女儿考虑的好丈夫, 好爸爸沈安心冲冲地出门了, 说是要找人好好商讨一下, 买学区房的事情, 我还沉浸在昨晚的梦里, 一条信息打破了我的安宁, 把我从梦中逼了出来, 小鱼你看这是不是你家沈安, 我点开手机, 映入眼帘的是好几张照片, 照片中一男一女, 还有一个小男孩, 一家人看起来幸福极了, 那个女人中等身材, 皮肤白皙, 脸上带着笑容, 温柔地望向男人, 男人脸上一挂, 这温和的笑容, 正专心地和小男孩玩耍, 小男孩调皮地朝他们笑了笑, 一家人极为和睦, 翻开帖子, 下面评论也无疑不较好幸福的一家人, 父母恩爱, 孩子可爱, 令人羡慕的家庭, 博主真幸福, 博主一看就是有福气的人, 而这个拥有美丽的妻子, 可爱的儿子的男人, 正是我的丈夫沈安, 而那个女人正是沈安的秘书陈欣, 当初沈安跟我说, 她现在已经是公司领导人物了, 事情太多了, 每天实在太忙了, 最好找个秘书, 这样大大小小的琐事也有人打理了, 也可以多点时间陪我, 小于你现在刚怀孕, 身为你的老公, 我可不能太忙了, 我得多陪陪你才是, 当时的我听到这番话, 心里甜滋滋的, 心想当初违抗父母, 和她结婚, 我是没选错的, 现在想想真的是细思极恐, 这是早就计划好了的呀, 婆婆当时也在那里帮腔, 找个秘书也好, 这样安安才能多陪陪你不是, 多么美好的一幕啊, 隔天婆婆过来跟我说, 小于, 你看这个女孩怎么样, 这是我们老家那边亲戚, 跟男人生了个孩子, 孩子他爸不知道跑哪去了, 孤儿寡母的, 看起来也可怜, 我就想着把他带过来, 给他找个工作, 正好安安这边缺个秘书, 我就想着不如让小新去吧, 这孩子人细心, 我们也能放心, 还能帮衬帮衬她, 我看陈欣长得温温柔柔的, 还带着个孩子, 确实怪可怜的, 就应允了, 并主动跟沈安说了, 我撒着娇, 人家女孩也怪可怜的, 小小年纪还带个孩子, 你就帮衬帮衬人家, 反正也要, 找秘书的就让他试试吧, 当时沈安还勉强回了剧, 既然你开口了, 我还能不从吗, 可笑至极, 当时的我竟开心地认为是因为我, 才能让陈欣做秘书的, 我原以为沈安是不愿意的, 原来, 原来啊, 他们早就勾搭在一起了, 是他们合起伙来算计好的, 只有我被蒙在鼓里, 乐呵呵地安排好了一切, 是沈安, 那女人是陈欣, 我回答道, 我早说她俩不对劲, 你心眼识, 没多想, 那小男孩看起来比亲亲还要大一些, 她这个不要脸的, 我闺蜜替我愤愤不平道, 是啊, 比亲亲还要大一些, 她俩刚来的时候, 我看孤儿寡母的, 不免多帮衬了些, 试试照顾着他们娘俩, 两小孩带出去的时候, 不免有些人说是相像的, 那时婆婆说到毕竟是亲戚, 相像些也是应该的, 我也就没多想了, 谁知道还是同父异母呢, 给我们家亲亲找了个哥哥, 真是可笑极了, 小鱼你准备怎么办, 还跟那混蛋过下去, 过自然是不过的, 只不过沈安现在正策划和我假离婚呢, 我将计就计, 玩死他, 呵, 软柿子当了这么多年, 是时候该硬了, 梦里这个时候, 沈安该把离婚协议给我看了, 让我净身出户, 想得还挺美, 我先沈安一步, 你好了离婚协议, 老公我你好了离婚协议, 你看看有没有问题, 沈安凑过来看, 男女双方自愿离婚, 女儿沈沁由女方抚养, 随同女方生活, 抚养费含托养费交育费医疗费, 由男方全部负责, 男方每月支付抚养费两万元, 他平日里的伪装在这一刻全部瓦解了, 他洋装镇定, 小鱼, 我们假离婚不用搞得这么真吧, 老公, 你看现在假离婚的也不少, 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 离婚协议写的真点, 工作人员才更容易相信, 不是吗, 反正你说我们也是假离婚是吧, 沈安开始不耐烦了, 等我有空找律师来看看你, 还是不要自作主张了, 说爸甩着袖子走了, 老公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对啊, 你别生气啊, 真可笑结婚这么多年, 我竟现在才发现他这么容易破房, 不是想假离婚便真离婚吗, 我让你梦想成真, 我和沈安是在大学时期认识的, 那时的我在学校也算个风云人物, 家境好成绩好, 还长得好看, 我身边的男孩都是家境优越, 肆意张扬的模样, 可那时的我偏偏一股反进, 就是厌恶那种肆意, 认为他们那种是装腔作势, 而沈安与那些男孩不同, 他衣着朴素, 穿着简简单单的白衬衫, 勤勉好学, 待人温和, 永远都是谦逊的模样, 我就这样, 被这虚伪的外表吸引到了, 不惜和父母反目, 我相信他, 我们一定会走到最后的, 那时的我坚信不疑, 是时候向父母示弱了, 爸妈沈安出轨了, 我交代好一切之后, 准备进行下一步, 我找到李月, 在李月之前郁郁不得志时, 我帮助了他, 他自然不是个忘恩负义的人, 帮我注意着沈安和陈欣的一举一动, 他们有什么亲密举动及时告诉我, 我接到了李月的消息, 提着精心包好的鸡汤来到了公司, 不要告诉老板, 我想给他个惊喜, 我笑脸盈盈地和前台说道, 虚, 一路上员工以为是什么, 情趣自然没有什么反应, 我悄悄地来到了办公室门口, 打开门如我所料, 沈安和陈欣正稳地如交四期, 喷我的鸡汤落在了地上, 吸引了办公室里面的狗男女, 也吸引了外面的员工我大叫, 你们, 你们在干什么? 我震惊, 泪水止不住地落了下来, 看起来难过极了, 沈安眼神慌了慌, 很快踏踏镇定下来, 解释道, 不是你看到这样, 话还没说完, 就被打断, 鲫鱼就是你看到这样, 我们早就在一起了, 我和沈安哥才是真爱, 你算什么东西, 我俩的儿子比你女儿都大, 所以你才是第三者, 哦是吗, 婚类出轨, 第三者还理直气壮, 你已经没有羞耻心了吧, 当小三你能得到什么, 你是不是傻, 我傻, 你才傻吧, 淋雨沈安哥是不是和你说假离婚了, 买学区房, 实际上你就是被赶出去的, 你才是什么都没有的傻子, 陈欣有些得意地说道, 陈欣你闭嘴吧, 沈安怒道, 沈安, 没有告诉你吗, 我们还没离呢, 看来你的沈安哥也不是那么爱你啊, 与此同时, 我给李月使了个眼神, 在网上匿名发表了一篇文章, 经, 某公司老板竟在发妻怀孕时, 把小三接到身边做秘书, 小三儿子竟是与其生的, 并叫人发到公司员工内部群里, 一刹那公司内部引起轩然大波, 爱听说, 没, 陈秘书跟老板早搞到一起去了, 我早就说陈秘书那得色尽, 肯定跟老板关系不一般, 没想到是个三啊, 老板娘还不知道吧, 老板和陈秘书儿子都这么大了, 老板娘还对他们母子俩这么好, 真是好人美好, 抱啊, 我安排水军在帖子下面留言, 引导舆论方向, 同时找到我信任的人, 在公司传播审安表面想与我假离婚, 实则想让我净身出户的消息, 一下子公司上上下下都在讨论这件事, 舆论发酵得很成功, 我在办公室桌间的视频也被传到了网上, 在网络上火了起来, 很快就有网友扒出来, 沉心之前传到网上, 一家三口的美好日常, 当小三还这么嘚瑟, 这脸皮不是一般的厚, 估计梦江女在她脸上都哭不到, 网友辣平渣男渣女, 般配得很, 看来月老做垃圾分类还真到位, 恶戏坏了, 什么样的爸妈养出个这样的畜生, 林渝不要在公司里胡闹, 我们回家再说, 别一直无理取闹, 沈安一副不耐烦的模样, 我不屑道, 无理取闹, 你是出轨那一方, 怎么会有脸说我是无理取闹的, 沈安那沈安, 是我看错你了, 我们年少相识, 相守至今, 还有了个可爱的女儿, 最终抵不过你的一场算计, 别搞笑了, 林渝结婚这么多年都生不出儿子, 就生个赔钱货, 扑吃笑死了, 沉心撇着嘴说道, 不像我先, 你之前就生了个宝贝儿子, 现在肚子里还有一个, 你拿什么和我争, 我和你争什么, 这种烂人你尽管拿去, 我翻了个白眼, 不屑道, 我环绕四周, 你桌上这包挺贵的吧, 沈安给你买的, 我装作漫不经心地问道, 这算什么, 沈安哥给我买的东西多着呢, 这才几个钱, 沉心昂起头, 骄傲地说道, 这模样活像一个公鸡, 昂手挺胸, 可把他骄傲坏了, 是吗, 那太好了, 你可知道, 沈安如, 金的一切都是我给他带来的, 没有我他可什么都不是, 这下可是触到了沈安的痛处, 他一下子急了, 林宇你一直都是这样, 趾高气昂, 瞧不起人的样子, 这么多年, 我都是靠自己的打拼, 才把公司做到现在的样子, 自己打拼, 你说这话只有你自己能信吧, 当初你一穷二白, 是我求着我父母, 给你这可笑至极的创业梦, 投资, 是我帮你引进人才, 一个人一个人地求你的, 一个个轻而易举的生意都是我, 是我在背后为你疏通道路, 你现在的一切都是我为你打拼的, 沈安不可置信, 惊呼到你这个不可理喻的女人, 闭嘴我走到现在都是靠我我自己, 呵, 可笑至极, 你不相信吗, 没关系过段时间, 你自然会相信的, 我看着沈安抓狂的模样, 笑了笑我真是搞不懂, 当初的我是怎么看上你这么个垃圾的, 还为此伤害了和父母之间的情谊, 我自嘲道, 我摔门而出, 心里想着往事, 当初我怀孕的时候, 沈安让陈欣做他的秘书, 每名其约多点时间陪我, 可后来我一次次地缠减, 乃至后面生孩子, 都没见他的身影, 每次打电话, 只有勾冷冰冰的乖, 我忙着呢, 我当初静天真的以为, 他真的是在努力, 为我们的未来而努力, 那时的他, 正在沉心他们一家三口, 在一起呢, 女儿出生后, 婆婆嫌弃是个女孩, 在产房里就开始谩骂我们母女俩, 没用的家伙, 生了个赔钱货, 不过一会, 他似乎想起了什么, 无所谓了, 反正我们老沈家, 也不指望你们娘俩, 我当时并没有, 在亦现在想想, 恐怕婆婆早就知道, 沈安沉心这对狗男女的事了, 他们一起蒙骗我, 甚至现在还想用假离婚, 来骗我净身出户, 我找到知名离婚律师, 向他咨询起诉离婚的事, 沈安婚内出轨, 这是出轨证据, 我递给他一达文件, 里面还有, 沈欣花费我们婚内共同财产的证据, 我要起诉沈安出轨, 要求出轨方赔偿精神损失费和补偿金, 还有让沈欣归还沈安给予的财产, 你放心证据充足, 基本时拿久稳, 他俩肯定会付出代价的, 好, 随后我回到家中, 看了看网上的视频, 果然舆论发酵得很迅速, 网络上全是讨伐他们的声音, 没想到这男的还是个凤凰男, 凤凰男还好意思养小三, 拿他老婆的钱养小三, 真为中同意楼上, 真爱生命, 远离这种渣男, 我见到这种女的我就得打一次, 当小三还那么理直气壮, 真的太气愤了, 果然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 这下子真是长见识了, 心疼原配, 支持原配维权, 连亲生女儿都利用, 狗男人还好意思提假离婚, 都跟小三有儿子了, 还会看合原配的女儿吗, 男人就是贱那, 我看到这, 我出了门, 我知道, 我那恶婆婆要来耍一耍她的威风了, 果不其然, 刚走到小区门口, 我就看到了我那婆婆, 气汹汹地朝我走来, 你个小贱人, 自己生不出儿子还不让别人生啊, 说这做事想对我动手, 我瞬间瘫倒在地上, 捂着脸大声喊道妈, 是你儿子出轨在先的, 我好歹在你们家当牛坐马了那么多年,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你这样对我, 有没有把我当你儿媳妇对待, 一刹那, 附近的人被吸引了过来, 我婆婆感觉不对, 立马学着我的模样摊在地上, 指责我, 打她这个老婆子, 哎呦我老了, 你这媳妇, 怎么平白无故冤枉我老人家呢, 我这身子骨可经不起你折腾哟, 哎呦呦, 我的妖啊, 我家门不幸啊, 家门不幸, 顺势还假惺惺地抹了两滴泪, 这媳妇怎么这样啊, 光天华日下就欺负起了婆婆, 围观的人怯怯思语, 婆婆听了暗自得意, 嘴角的笑差点没忍住, 突然一个声音传来你们看, 这个儿媳妇, 是不是今天热搜上那个抓奸的原配, 是啊是啊, 就是她, 众人附和道, 你看网上说她婆婆跟小三一起骗, 她婆婆还嫌弃她生了个女儿, 我天一家子奇葩呀, 她婆婆这是来兴师问罪的吧, 呦呦呦, 还装起来了, 不是老人变坏了, 是坏人变老了呀, 局面逆转了, 我婆婆装不下去了, 拍了拍身上的灰, 起身到尾曲到哀忧, 大家平平礼呀, 这妮子又生不出儿子, 生个小丫头骗子, 我们家可是要传宗接代的, 不给我生个大胖孙子怎么行, 路人都看不下去了, 愤愤不平道, 大妈,二十一世纪了, 你家是有皇位继承啊, 还要生个皇子出来不是, 真没想到现在这世道, 还有重男轻女到这样地步的人, 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子, 一家子走不出两种人, 你儿媳妇嫁到你家真的是遭老罪了, 我婆婆老脸一红, 气哄哄地走了, 边走边骂小贱妮子, 我马上叫我儿子和你离婚, 这是不劳您费心了, 我比一道, 被我闹了这么一遭, 沈安和陈欣也不太欢快, 你怎么不按我的计划来, 我最讨厌擅作主张的女人了, 沈安不满地对陈欣说道, 本来我都计划好了, 哄骗她假离婚, 这样她的一切不都是我们的了吗, 把抚养权握在我们手中, 还怕拿捏不到那女人, 都是你害我的计划毁于一旦, 沈欣瞪着沈安, 你不能早点解决那个女人吗, 拖拖拉拉的现在都被她看到了, 你赶紧跟她离了吧, 免得夜长梦多, 走到公司楼下趴, 一个菜叶砸到了沈欣的头上, 沈欣一愣抬头, 啪啪臭菜叶臭鸡蛋从四面八方来, 沈安和沈欣被淹没在了其中, 谁呀这么没有素质, 砸了我一身, 臭死了, 沈欣发疯似地尖叫道, 呸小三, 看我砸不死你, 大娘气愤道朝他俩吐了口吐沫, 啊啊啊, 恶心死了, 老太婆滚远点, 沈欣受不了了, 沈安的脸瞬间黑了下来, 还不嫌丢人, 赶紧走, 不乏加快了些, 一路上大家用鄙夷的眼神看着他们, 不时地指着点点, 沈欣疑惑, 赶紧掏出手机, 只见他们已经被挂上了热搜, 这些人简直疯了, 沈欣看着网络上的评论, 气愤不已, 那个疯女人, 竟然敢算计我们, 我看着他们狼狈的模样, 匆忙地脚步, 不由地耻笑, 我走上前叫住了他们, 似笑非笑地问怎么样, 现在还开心吗, 沈安怒了, 朝我吼道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们夫妻一场, 你趁早收手, 我还能原谅你, 真是可笑, 你不会以为我还爱你吧, 这点算什么, 接下来我还有惊喜送给你呢, 我亲爱的老公, 我朝他们温柔地笑着, 这时电话响了你看吧, 惊喜来了, 沈安接起电话, 脸色沉了又沉, 黑着脸鲫鱼,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自己做了什么不清楚吗, 人做事是要负责任的, 沈安慌了, 你怎么知道的, 老婆咱俩不闹了好吗, 咱们回家吧, 你告诉他们, 这不是我干的, 我是被人陷害的好不好, 老婆咱们还是一家人, 沈欣慌张地抓着沈安, 沈安你干什么, 你想要抛弃我跟儿子, 沈欣像疯了似的晃着沈安, 你说话呀, 说话呀你想都别想, 别想抛下我们不管, 你闭嘴滚开滚呐, 沈安一把把沈欣推倒在地, 沈欣倒在地上, 地上流下来一滩血水, 他捂着肚子, 我的孩子, 快快救救我的孩子, 我好心地替他打了急救电话, 只可惜孩子自然是没有保住的, 沈安因挪用公款, 偷税漏税被拘留, 沈欣没有了靠山, 被公司辞退了, 孩子没了, 工作没了, 整天受到道德的谴责, 他把所有的情绪, 发泄到了他之前最为宝贵的, 宝贝儿子身上, 活像个疯子, 我的离婚起诉不出意外地成功了, 沈安出轨违反了法律, 自然, 也不出意外地失去了女儿的抚养权, 我的女儿必须在我的语意下, 健康快乐地成长, 谁也不能伤害他, 包括他的父亲, 我拿着离婚协议找到沈安, 签了吧, 你不是想假离婚变成真离婚吗? 现在你的愿望成真了, 沈安疯了似的朝我吼道, 林渝我们好歹夫妻一场, 我进去了对你有什么好处, 亲亲以后也会有个不好的爸爸, 你何必把路堵得这么死呢? 别别别, 亲亲有个爱他的好妈妈就够了, 至于爸爸什么的, 亲亲不需要, 说明白些吧, 亲亲不需要, 你别自作多情了, 再者说你一直也不是一个好爸爸呀, 你只是沈心儿子的好爸爸, 林渝, 沈安面目猙獰, 朝我呐喊着, 你别激动, 自己做了恶果自然的, 自己时别想在法律上耍心言子, 别白费口舌了, 看好了没? 看好了快签吧, 我不耐烦地说道, 沈安瞪大了眼睛, 我净身出户, 我凭什么净身出户, 我微微一笑, 哪能啊我那么爱你, 自然是把咱们那套房子留给你了, 不过, 我要告诉你, 一个不幸的消息, 那个房子已经被抵押了, 哦, 你妈也就是我前婆婆, 前些天听说她的儿子出了事, 可郁郁寡欢了呢, 找到我想要欧念在旧情上救救你, 可我哪有这个本事啊, 只能给她指了调明路了, 前些天婆婆来找我, 还没到我跟前呢, 就扑通一下跪在地上, 来就来行这么大礼干什么, 我知道她是想借此来压我, 让我舅舅她的宝贝儿子, 小鱼呀, 你跟我们家安安结婚那么多年, 知道我们家安安的为人的呀, 舅舅我们安安吧, 哪个男人不在外面偷吃, 你说是吧, 男人呢总是要犯点错的, 我们安安没别的优点, 就是知错能改, 我们安安知道错了, 你就原谅她, 你们俩往后好好过日子, 你说是不是, 陈欣那儿子我是看不上的, 你跟安安和好, 再给我们沈家留个后, 一家人和和美美的, 多好, 她边说边看着我的表情, 我心里冷笑一声, 多伟大的母爱啊, 可也真是, 永远都改不了, 她这顽固的思想呢, 我看着她, 无奈到我真的没办法, 现在沈安出事了, 我忙都忙死了, 我转念一想, 把婆婆扶起来, 拍着她的手说道骂, 我听说有个地方能快速搞到钱, 你看那钱够了, 沈安也能少点罪, 是不是, 只不过我现在也在忙沈安的事, 抽不开身, 妈这个重任也只能交给你了, 好好我马上就去, 我淡淡地看着她, 匆忙地跑走, 真是可笑呢, 沐, 房子没了, 还欠了点钱, 你说你妈该怎么办呀, 沈安, 你敢动不, 林渝,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沈安疯了似的, 朝我大声喊道, 撕, 你吵到我了, 我不耐烦地朝她翻了翻白眼, 为什么自然是让你们开心开心咯, 我好心地告诉她, 快钱老娘懒得再跟你废话, 我迈着欢快的步伐走了出去, 我可为了沈安花了不少心思呢, 可够她在里面待一段时间了, 想着想着, 我的步伐更欢快了些, 嘴角的笑都快意不住了, 离婚手续很快就办完了, 终于远离渣男了, 姐回归单身了, 我和闺蜜说道, 今天随便你点我请客, 我大手一挥, 早这样不就行了, 你这脑子早该清醒清醒了, 庆庆也不用跟着你, 受了这么多年苦, 还被老太婆骂赔钱货, 想想我就心疼呢, 闺蜜捂着心口说, 是是是是, 我早些年时人不清了, 早该看清楚沈安的真面目才是, 这么说来, 也多亏了那个梦, 让我有了重获新生的机会, 梦里的场景历历在目, 亲戚摸着自己身上的伤痕, 哭着喊妈妈, 妈妈你是不是不要我了, 我会乖乖听话的, 这样欣欣阿姨是不是就不会打我了, 我会好好听爸爸和欣欣阿姨的话的, 呜呜呜妈妈, 你快点来接我好不好, 每当想起这些场景的时候, 我的心都止不住地痛, 就像真的存在过一样, 还好如今的我, 没有被沈安所谓的假离婚骗到, 没有净身出户, 也没有因为信任, 而放弃了亲亲的抚养权, 我晃了晃脑子, 想把这些画面从我的脑海中赶出去, 哀话说那三怎么样了, 我冷笑道, 我起诉了他, 我跟沈安结婚期间, 沈安给他买了不少东西, 他现在住的房子也是沈安买的, 共同财产自然是要, 归还的也不能白白占了别人的东西, 你说是吧, 那些钱他早就花完了, 东西什么变现也值不了几个钱, 所以我找了些人, 天天催着他, 毕竟拿了别人的东西, 迟早要归还的, 当然男人就算了, 我嫌恶心, 再次见到陈欣时, 陈欣已无往日那光彩奕奕的模样了, 他蓬头垢面, 浑身脏兮兮的, 眼神躲闪, 看到人朝他走来, 身体就忍不住地哆嗦, 随时一副想要逃跑的模样, 哪里还是当初趾高气昂, 像我炫耀的陈秘书啊, 我朝他走去, 陈秘书还认识我吗? 林渔,我要杀了你杀了你, 他呐喊, 似乎这样就能杀了我, 陈秘书听说你儿子被送福利院了, 我大发慈悲告诉你吧, 是我向当地福利院提了个小小的建议, 毕竟跟着你这样的母亲, 也不利于她的成长, 你说是吧, 尽管这对狗男女做了恶, 但毕竟孩子是无辜的, 孩子还小, 早些教育也不会养成一些恶习, 我看着陈秘, 不由地叹了叹气, 我走了, 你好自为之吧, 几日后热搜上挂着一条新闻, 惨, 一女子在路上横冲直撞, 疑似精神失常, 被车碾压致死, 至今未有人来认领尸体, 我认出了这个女子, 这是陈秘, 据报道, 这女子生前是一名小三, 情夫已入狱, 我刷着评论, 我看到过那个新闻, 只能说恶人有恶报吧, 挨她家人呢, 人都死了, 怎么没人领, 听说她家里本来就偏心她弟弟, 她又做出那档子事, 估计嫌丢人吧, 也是谁家出了这样的事, 还不捂着脸做人呢, 可惜了, 本来有大好的青春呢, 只能说恶人有恶, 报吧, 做坏事老天, 都看不下去, 至于我那婆婆, 至今还在想着办法, 喂救沈安出去, 只可惜, 这浑身的功夫用错了地方, 我想是时候, 带着她来看看沈安了, 安安啊, 你受苦了, 是妈妈没本事, 没本事就你出去, 她一看到沈安就哭着说, 活脱脱一副母词子孝的模样, 哦, 没有子孝, 沈安是这样回报她的, 你滚你滚出去, 不要出现在我面前, 你把钱都输光了, 你让我出去怎么活呀, 你是要弄死我呀, 哎呀呀呀, 妈妈也是想要救你呀, 婆婆满脸泪痕, 我才不相信你, 你肯定想害我, 你跟那个女人一样, 都想害我, 你们都是坏人, 都是坏人, 沈安指着我说道, 哼, 这沈安内心可真是脆弱呀, 才待几天, 就封了都, 滚滚沈安疯狂地, 砸着东西, 走吧, 还在这干嘛, 我朝婆婆说道, 你儿子蛮有孝心的嘛, 婆婆没应我的话, 只是自顾自地呢喃着, 我安安了, 我安安了, 乔着又疯了一个, 至此之后, 我这婆婆就整天疯疯癫癫, 遇到人就对人说, 你舅舅我们家安安吧, 我们安安可乖了, 帮帮安安吧, 只可惜没人认真听她的话, 只当她是个疯婆子罢了, 解决完一切, 我回到家, 认认真真的跟我的父母道了个歉, 爸妈是我识人不清了, 我早该听话的, 我们深深地拥抱在一起, 好像这样就能弥补这些年, 缺失的时间, 缺失的爱, 我也明白了, 为什么说父母不让你嫁的人, 千万不能嫁, 不过现在醒悟也不算太迟, 之后, 我带着我的女儿沈沁出去看看, 不现在应该叫临沁了, 我们母女俩要好好地享受这世界, 看看这大好山河, 当我们落地多伦多时, 我接到了一通电话, 审安精神失常, 自杀了这也许是她最好的归宿吧, 我收了收心, 跟女儿继续这美好的旅途, 明天也会是美好的一天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